昨天提了一个小要求,对吧? 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分类,内容分类,内容列表 这个昨天在编辑的时候,可以自动把这个值带回来,是吧? 用了这个关联查询的方式 那么留了个小任务,意思就是分类列表里的这个编辑功能 也要怎么样?能把值带回来,要自己实现,是吧? 但是有一点呢,就是当这个是根目录的时候 根目录的时候,我点击进来的时候,就是复级类目啊 这里要显示一个反斜杠,这是一个对吧? 这是一个小要求啊 还有一个要求呢,就是可以点击添加下级菜单 添加的时候呢,要把什么呀?复级类目的名字和值,对吧? 名字和他的ID带回来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编码 复级类目 ID,你看这个ID现在是空的是吧? 但是有什么呀? 有这个值,那我们换一个别的 比如首页,添加下级菜单 再看一下网页圆码 这个是 有,值也是空的,是不是? 哦不是,值在这里啊,刚刚看错了啊 这是什么呀? 86,对吧? 首页啊,刚刚看错了,看错地方了 利效果,再看一下啊 查看网页圆码 利效果,30,没问题吧? 就能带回来啊,好 然后就是这个编辑的时候 如果是根目录 编辑的时候 复级目录得是反斜杠 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呢? 肯定是怎么样 用色语句实现,对不对? 用色语句实现 看一下啊 TB content category 肯定是select 新,from,TB,Content,Kit,Grey 然后,SA,对吧? 要怎么样 自己查自己,自关联的 它这个叫自关联 昨天那是关联查询 这属于自关联 因为它怎么样 它是一个自关联结构 它自己又充当 叫什么? 子节点 又充当什么呀? 负节点 这种表的结构是这样子 又当子节点 又当负节点 那Level的交应 交应谁啊? 是不是交应自己啊? 还交应自己 as一个B,对不对? 然后咱们查就 A点ID 这个B点ID B点NAME 和一个 A点NAME 看一下效果就可以了 是吧? 啊 这是一个自关联 自关联的结构 好 那这个时候 还要一个ON 是不是啊? 还要一个ON ON什么呢? A点ID 等于什么呀? B点什么 ParentID 是不是长这样? 不是啊 是A点ParentID 因为现在 第一个查出来的 这个是什么? 是子的 它是外件 我找的是外件 交应的是外件 对不对? 外件是等于 是相当于我的负累 是不是啊? 相当于我的负累 对吧? 所以应该是A点ParentID 等于B点ID 是不是这意思啊? 好 然后咱们 查询 看一下 可以吧 看出来了吧 这是子节点 这后面的是 它的负节点 是不是啊? 对吧 Lyshop的子节点 Lyshop是子节点 现在等于是 它的负节点 ID为ON 内幕为ON 然后 怎么样? 首页 列表页 详细页 都属于谁啊? 都属于Lyshop 这个节点下的 对了吧? 好 那现在问题就是 我如何处理ON 这个字段 如何处理ON 这个字段 我说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它为空的话 你应该让它变成 那个反斜杠 是不是啊? 好 再走一下 来了吧 来了吧 但这个时候又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上面这里 这个字段的名字 变成一副NONE B点内幕了 对不对? 不行吧? 因为我接收的时候 是不是要 对象关系映射 我要映射到我的属性里 对吧?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 是不是给它个 别名吧? 别名就 比如说还叫什么呀? 内幕 是意思吧? 别名还叫内幕 回来了吧? 是不是跟刚刚一模一样? 没区别吧? 好 但是唯一的区别就是 NONE变成了反斜杠 根目录了 对吧? 这是斜杠 这是斜杠 这是反斜杠 对吧? 这叫斜杠 是意思吧? 就做到了 做到以后 是不是就把这句话怎么样 复制到Mapper里面去 就可以了 没问题吧? 好 我们看一下 Mapper CategoryMapper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呀? 对吧? 还记得我们那个对象吗? 实体类吧? 是不是这是我的副类呀? 对吧? 明白吧 副类是用什么呀? 我字关联一样的吧 可以在自己的对象里怎么样? 引用什么呀? 自己的对象 是不是这意思啊? 在自己的对象里 用自己的对象 没问题吧? 哎 就是我自己又是 又是当子节点 又当什么呀? 负节点 那么再到Mapper里 If not Parent 属性点 对象点属性 是不是啊? 对象点属性 就能拿回来吧 好 这个 这就是啊 这个怎么样给他付默认值 这么一个意思 还有一个就是 添加下级菜单 添加下级菜单 比如首页和那个ID 是怎么带过来的 我们看一下 GSP GSP ContentCategoryList 是吧 这个是添加下级菜单 你看到没有 我直接把 我是这样啊 我写了一个 我这个表单里面啊 我带了一个参数 然后parent.id 等于tbcontentCategory.id parent.name 等于tbcontentCategory.name 我直接把这个两个参数怎么样 传回后台了 传回的后台 我在后台里 controller那一层 我们看一下 controller contentCategory.id controller form 是这里吧 嗯 在这里 在这里之后呢 tbcontentCategory 这东西 如果你有 如果你有 我不是有个list吗 在这里是吧 我不是有个list放进去了吗 我放list里之后 什么什么概念呢 就是 放list里之后 是不是我所有的数据都在这里便利啊 那我当前的这个分类的ID啊 名字啊 是不是已经查回来 放在这里放过了呀 放过了吧 放过了就在页面里面 我还有必要再去数据库找一次吗 没有任何必要吧 我只要把界面里的值传到后台就可以了 再带回到怎么样 从列表页 把列表页里的值带回后台 再怎么样 再传回到表单页不就完了吗 是不是啊 就不需要去查询 又能拿到东西 对吧 因为数据就在这里 数据就在这里 然后呢 我这里的这个参数的名字 叫parent.id 是不是对象点属性啊 哎 然后我parent.id 我要传的就是我这个负级的 因为对于表单来说 我添加下级菜单 对我当前表单来说 我这个负级的ID和名字 就是我选中的那一条的ID和名字 是不是啊 所以这时候我就需要用到 parent.id和parent.name 那么我传回来之后 在这 在这里 等于我就带着参数过来的 我们试一下 内容分类 添加下级菜单 回到这里 是不是TV content就被带回来了呀 然后又因为我是parent.id和.name 所以我的parent.id是有值的 parent.name也是怎么样 有值的 对不对 完了以后呢 走 我就直接回到了表单页 直接回到表页页 东西就过来了吧 那它怎么就能过来呢 因为我没有往谁身上放 我没有往model 就是那个叫什么 model.add attribute 那个方法里放 对不对 那怎么就能放回到request当中呢 就是因为咱们有什么呀 有ata model attribute 有ata model attribute 这个ata model attribute 我说过了 它是在request mapping之前执行 对不对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我的这个 request的域当中 已经有了 tb content category 这么一个东西 是这样的吧 有了以后呢 我把它传回来 我再传回来之后 我传回来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也在request的域当中啊 所以这个东西会怎么样 会把我ata model request 这个叫什么 ata model attribute里的东西 怎么样 覆盖一下 我会把它覆盖一下 明白这个意思吧 是覆盖 不是替换 是覆盖一下 然后呢 是不是这个时候 我在retain的时候 在request的域当中 还有这个tb content的category啊 怎么样 就是这个tb content的category 明白这个意思吧 所以这里就不需要怎么样 不需要再往model.add 什么 点add attribute里放 不需要往model.add attribute里放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是不是超简单啊 你看 我只是在gsp里做了一下手脚 我后台代码都不用动的 动了一下啊 传了个参数 对吧 是不是 很简单吧 好 那么这两个效果就出来了啊 这两个效果就出来了 然后下一步怎么样 下一步咱们就应该做这个对应的 CRUD操作了 是吧 应该做这个对应的CRUD操作 怎么弄呢 添加下级菜单 首先第一步我们应该能添加的是 根目录的菜单 虽然正常情况下 一般情况下 咱们一级目录就够了 对吧 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一些额外的东西啊 比如说 比如说啊 比如说我这里的这个leashop 我什么首页啊 列表页啊 和这个详细页面啊 我这里放的全部都是广告 对吧 那我这个节点的名称 其实我可以称之为广告管理 对吧 这样与一个明确一下 广告管理 然后广告有了 那上面这些是不是还是一个一个的板块啊 对吧 或者说这里是不是也有这个类目的板块啊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我想要 做一些 这个额外的这个板块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再怎么样 添加一级这个分类 再添加一级分类 因为这里是广告管理 或者这样啊 这个不太明确 我们把它拉到最下面 尴尬 这个是个无线级吗 这是帮助 这是帮助 没问题吧 哎好 那么到内容管理之后呢 我这个地方 我叫广告管理 然后下面再增加一级目录 叫什么呀 系统帮助 那么是不是意思就代表着 我在首页的这些广告 我可以走什么呀 走刚才的那个广告管理的里面去拿 根据它的ID去拿下面所属的所有广告 我就可以把它放上来 对不对 那再回到这个帮助中心的时候 是不是代表着我这里的数据可以从哪里啊 从一会儿我在这里新增一个帮助 系统帮助里面 它ID下面所属的内容里去拿数据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对吧 所以第一步应该怎么样 一定要能实现根目录的增加 根目录的增加 所以这时候咱们新增的时候 这里怎么样 是不选的 什么都没有 对吧 就是NONE传回去 如果是NONE 就应该为0 因为我们的根目录默认是0 我们自己定义的 我们约定好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给一个名称 好 我们就把这个功能实现 现在要的效果就是 这叫系统帮助 2 比如说然后点提交到后台 保存下来 没问题吧 我看一下啊 怎么做 回到这个 save 保存 我们这里还没有save那个方法 对不对 还没写save那个方法啊 好 我们先写这个 service程 因为昨天咱们封装了 base DO和base service 所以我们的什么DU就不用管了 对不对 很方便了啊 然后有一个base service 那我们这里有一个save方法 save方法 在这里 对吧 所以只要去实现就可以了 现在就方便很多 回到实体内 看一下这个咱们的 是不是没有做有效性验证啊 嗯 所以咱们要把这么样 验证加上啊 lens 名字 最少出一个字符吧 最少出一个字符啊 对吧 然后max 比如说是20 message 等于这个分类名称 必须介于1到1 1 哎呦 我操 1-20位之间 嗯 状态这个先不管它啊 然后这个是排序 排序 就不能为空 反正你必须得有一个 是不是啊 对吧 啊 message 排序 不能为空 is parent 可以不管 parent 负类 可以不管 对不对 好 说白了 我就想验证一下名称啊 然后排序不能为空就可以了 好 咱们的后端验证就写完了 是不是啊 加入了spring validation以后 是不是写验证超简单啊 超简单啊 对吧啊 就等于说白了就打打字 对吧啊 自己打打字 然后这个验证有了 是不是在这里获得验证信息啊 对吧 bein validator 点 validator entity 点 为啊 对的吧 如果 如果验证信息 不等于呢 是不是就报错了呀 报错了吧 报错就return一个base result.file 消息就是这个validator 对吧 哎 否则 就OK OK的话就要保存 对不对 OK就要保存啊 先return 先return 先return成功 success 对的吧 保存什么呀 分类信息成功 那这里的文字描述啊 注意 其实实际上是要优化 要美化的 对不对啊 要优化要美化的 我就意思一下啊 好 保存的时候怎么保存呢 看一下这个结构 名字是带回来的 但是parent id 有可能没有 因为它有可能是根目录 对不对 根目录传回来是non 啊 有可能没有 id是自真的 不管 那parent id是需要的 所以咱们叫什么 entity.set parent 是不是.setparent啊 id de setparent了啊 好 那这个时候咱们就需要创建一个tb content category parent 等于new一个tb content category 是不是啊 parent.setid 等于 多少 等于多少 等于多少 哦 我这里说错了 应该是entity 它会从后代带回来 对吧 点getparent 是不是这样 这也是parent 它会get回来parent 如果parent 等于等于呢 对吧 或者parent.getid 等于等于呢 是不是这意思啊 那么parent叫怎么样 set id 等于0 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如果没有选择负极节点 则 默认设置为 是吗 哎 就是说根目录就这个意思 对不对 根目录 嗯 默认设置为根目录 没问题吧 然后这里的 0代表 根目录 可以吧 0代表根目录 好 这是判断啊 它等于呢 这么一个情况 继续往下 那 parent id 就有保障了 对吧 name states 先不管它 sort out的 它不会为呢 然后isparent isparent isparent 怎么解决 如果为0 它就 反正它就是个isparent 可以吧 先这样看啊 它反正为0 它根目录 它肯定下面有东西的 我就直接让它是isparent 是不是啊 set isparent 那根目录 根目录 一定是 什么呀 负极目录 可以吧 根目录一定是负极目录 这是咱们自己的约定啊 那其他往里追加的时候 是不是要再额外判断啊 不着急 写代码的时候可以一点点写 对不对 你这个逻辑嘛 你就一步一步走就行了 脑袋跟着一步一步走就行了啊 好 到这一步好像就没问题了吧 其他先不管 再往下一步是什么呀 创建那个 创建那个 更新时间和 创建时间 对不对 这里又得判断一下 判断什么呀 判断entity的id entity有没有id 当件实体有没有id 是吧 如果 entity 怎么样 entity不会为闹 首先在这里 entity不会为闹 对吧 如果entity点get id 这个可能等于呢 是不是啊 等于等于呢的话 这就表示是 新增 否则就是 修改 是不是啊 否则就是修改啊 那这里 entity点id 等于等于呢的话 那么entity就得set 这个 created new一个 data data 修改的话 就只要设置什么呀 update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但对于我们来说 咱们的update怎么样 一直都需要 是不是啊 一直都需要啊 那就是entity点set update 等 new一个data 那修改就 没有额外操作的话 就 不用管吧 没有额外操作就不用管 但是你过来的时候 不 无论你是新增 还是修改 我都会判断 你有没有选择复级 是不是啊 我都会判断 万一 万一你 怎么样 想把那个目录改成复级的呢 不过那里好像选不到 就是了 对吧 好 那么 是不是先试一下 试一下吧 试试看行不行啊 没有写那个叫什么 点insert 对不对 这别忘了啊 这个是entity 没问题吧 不是 这个是 写错了啊 新增是insert 是不是啊 修改是 update 修改 好 咱们 回到controller看一下 controller要不要改 save方法还没有 对 save是吧 save public sstream 是sstream吗 是的吧 对的啊 save对不对 tb content category 好 好 这个是保存 ata request request mapping value 等于 save 这是post的提交 request maps post post 是不是又过来了呀 tb content category service 点 save tb content category 对吧 点位啊 一个base result 如果 如果 base result 点get states 等于等于200的话 代表请求成功 代表请求成功 是不是啊 return到哪里啊 ready react 这个 content category list 写错了 应该是哪里啊 是吧 content category list 是这样吧 这个路径嘛 对吧 content category list content category list 没问题吧 到这个路径 否则 return到 表单页 是不是这个 form 对了吧 return到表单页嘛 return到表单页嘛 他在帮我return到这里嘛 是不是啊 不就return return就回去了嘛 试一下呗 好 先试一下 先试一下失败的 再试一下成功的 是不是这意思啊 好 内容分类 新增 这个时候我记得 我的那个validata 就gs的validata 我是把它屏蔽掉的啊 好 屏蔽没屏蔽啊 好 屏蔽掉 提交 没反应 是不是啊 没反应也应该怎么样 也应该报个错嘛 是吧 回到content了 是不是应该把base base result放到哪里去啊 mode attribute中 对吧 嗯 这里啊 都好 mode mode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mode.add attribute base result 是这样吧 失败的话 是mode attribute 成功的话是 ready react attribute 是不是啊 点 add flash attribute base result 都好 好 再回来 再试一下 ok 提交 排序不能为空 分类名称 必须介于 1到20位之间 对吧 这叫什么 系统帮助 排序2 提交 哎 报错了 报错了 怎么办 报错了 就是看呗 对吧 看呗 insert的时候 我们看后台啊 怎么看 是不是从下往上看 还记得吧 从下往上看啊 然后 从哪里报的呢 从controller开始报的错 对不对 这是抛出来的 从下往上 是抛出来的 这是上一层嘛 上层下层下层 对不对 controller在这里 再等于是service报了错 然后是什么呀 service 这个地方报的错 然后再到这 那就是dao报的错 对不对 dao报错了 然后再往上看 报了什么错呢 什么东西没找到啊 insert没找到 insert没找到 哦 就咱们的Xmail 是不是咱们Xmail里面 没有insert 是不是这意思啊 回来看一下 诶果然 对吧 是吧 果然能看出来吧 诶这错 你只要 你不要害怕他报异常 明白 你不能怕他报异常 你要热爱异常 拥抱异常 明白 对吧 你会觉得异常是很可爱的 知道啊 别一报异常就懵了 对吧 然后咱们回来 insert 空纸任意常 对吧 好 这一段 复制一下 insert 就是 咱们增加一个啊 insert id等于insert 粘贴 insert tb content category 然后这里 这里好像没什么吧 这没什么 这里就是 parent id 得s一下 是不是啊 s什么呀 哦 这不用 对 insert 不用啊 说错了 就下面这里要 对吧 这里 是不是 sharp 花括号 对吧 然后 列模式 a 走 又花括号 逗号 对不对 走 又花括号 没问题吧 这里要改啊 对 parent 点id id id 不要 id 不要 sort order 是吧 is parent 没问题吧 嗯 试一下 你看写这个 insert 好快吧 方便吧 就善用这些小工具 是吧 善用这些小工具 其实写起来 还是蛮快的 然后回到 列表页 内容分类 新增 系统帮助 二 提交 哎 还报错 空指针 谁空啊 谁空指针 再往下看啊 你看 上一个错和这个错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说明上一个错应该解决了 现在是下一个错 碰到异常就这样一点点弄啊 一点点来 只要每一次报的异常 当你调试的时候 你发现异常和之前的异常涨的不一样了 就代表你怎么样 离真相越来越近了 知道吧 啊 再看一下啊 controller controller 这一层 再到这 在这里报的错 在这里报的错 地规的时候报的错 是不是这意思啊 地规的时候能报什么错呢 地规的时候能报什么错呢 也就是说我刚才提交成功以后 回到list的时候报的错 对不对 那现在说白了就是怎么样 list已经有问题了 再到内容分类 又报错 list已经有问题了 list有什么问题呢 是在排序的时候报了错 那get is parent 他说这里是空指针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里是空指针啊 嗯 那就是我新增的那一条数据 我们来刷新一下 is parent 这里是 non 对吧 哎 好 明白了 那这个时候咱们回到我们的 哪里啊 呃 实现 这里 新增的时候 新增的时候 我等于说是当前这个节点 应该是当前这个节点 对不对 我这个是给的复级目录 所以不应该是parent.set 椅子parent 对吧 因为我的parent肯定是椅子 不是 不对啊 就是零的时候应该怎么样 我还没有parent呢 对吧 还没有parent 那这个时候我应该在创建的时候我得判断 我得判断我有没有子节点 对吧 我是新增 我是新增怎么办 新增有没有子节点 新增的时候默认是没有子节点的 对吧 但是呢 这个时候 如果没有选择负节点 则默认设置为根目录 但是根目录怎么样 根目录怎么样 就一定是子节点 所以应该是entity.set is parent等于2 是不是这意思啊 entity.set 我传进来的是entity嘛 我当前的目录 如果它是 它的负级目录 什么都没有 代表这个目录 就是一个根目录 那它一定是一个负级目录 那这个时候 数据库里插的这条数据是错的 对吧 手动把它删掉 刷新一下 再回到前端 例死它 好 我们再新增 系统类语帮助2提交 成功了 系统帮助 是不是这个逻辑啊 这个逻辑没问题吧 哎好 那么这个 咱们这个新增的功能啊 就实现了 这一段能看懂吧 parent parent为non parent为non 代表我没有选择任何我的根目录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就让这个当前 我这个要保存的这个目录 就是一个根目录 既然是根目录 就一定是一个负级目录 那所以我的parent就等于q 对了吧 好 此时咱们再 在系统帮助下 增加一个 是不是带过来了吧 名字啊 下面就叫什么呀 比如说叫购物流程 购物流程 排序 一 提交 这个时候 再回来 是不是又报控制针啊 报的什么控制针呢 还是那个地方 还是 is parent 对不对 还是is parent吧 那这个时候 我在新增节点的时候 因为parent 已经不为浪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进进来的 1689都是什么呀 子节点 就就有可能都是子节点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要在新增的时候 怎么样 让这个 实现 是不是这里啊 新增的时候吧 让实现怎么样 set is parent 等于force 不是的 对不对 因为parent已经没有了 所以这时候我不太确定 我不太确定 我的这个parent 是不是 这个节点啊 是不是parent 我不太确定 所以我让它为force 所以这时候咱们回来 再刷新一下 这个等于none的 这条数据又是错的 对吧 删掉 删掉 好 回来 再回到list 再添加下级菜单 购物流程 分类排序 一 提交 成功了 对吧 然后咱们点新增 比如说点新增啊 在这复级类目 leashop不管它 系统帮助 购物流程 没问题吧 这就是怎么样 系统就 最佳了 那这个时候 再往下一步 再往下走一步 系统 就是购物流程这里 购物流程这里 比方说有一个交易条款 对不对 添加一下啊 叫交易条款 交易条款 分类排序 一 提交 不出来 对不对 为什么呀 因为购物流程的 这个状态 不是parent 不是parent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在添加子节点的时候 我得判断 我有没有负极节点 我在添加子节点的时候 我得判断 我有没有负极节点 如果我有负极节点 我就应该让我的负极节点的parent 等于 是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再回到代码当中 再回到代码当中 再来看 新增的时候 我还是得判断 我有没有负极节点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干的事情就是 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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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负极节点 对吧 有没有负极节点 判断当前新增的 节点 有没有负极节点 怎么判断 当前新增的 有没有就entity.getparent.getid 是不是这样得来的呀 对吧 那 如果传回来的是 那 我这里会new一个 我这里啊 我会new一个parent 对吧 传回来的是no 我是不是会new一个parent呀 不是 我是直接会怎么得到一个parent 这里不会为no 对吧 所以在这里getparent 我不用判断是否为no 我不用判断是否为no 可以这么说吧 或者这么说 parent已经在上面了 那这个时候 它是不是有id呀 parent已经写在这 已经在这里 根据作用域的话 我是能拿到它的 对不对 那就是parent.getid 这里面肯定有一个值 这个值呢 我要去查询 我要根据什么去查询啊 是不是回到数据库这里 是不是slag的新啊 是不是slag的新啊 fromtb content categorate well id 等于 等于那个parent的id 对不对 那个parent的id吧 parentid 比如说刚才系统帮助 是不是129啊 129 那这个时候就代表我这个节点上面有 有数据 对不对 有这个节点 那么我要拿到它 并且让它的 isparent变成 cho 是这意思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要 get8id 什么呀 parent.getid 这个就是什么 这又是一个parent 对不对 对不对 就叫newparent 诶 get8 parent.getid 点vr new parent 是不是啊 新的节点 或者叫什么 好像叫名字不太好起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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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 parent 当前节点的 负节点 是不是啊 当前节点的负节点 if current 不等于none的话 不等于none 你传0 0是没有的 就算有0 对不对 0是没有的吧 那我这个时候 我说我也不太想验证 它是否为0 那首先我们就可以再加一个判断 if parent 点getid 不等于 0 的话 因为0肯定会在上面卡住 在这里 会在这里卡在这里 是不是啊 什么都没传就会有0 要不然就一定有负节点 对不对 不等于0的话 我们就要 在这里 做 判断 不等于0的话 我就要为负集 节点 设置 为我的负集节点 怎么样 设置什么呀 设置什么呀 对 为负集节点 设置 这个parent 设置 isparent 为2 那么就是 current category parent sat sat 是吧 isparent 等于2 完了以后 那个 什么 update吧 update current category parent 是不是 因为我这里 我得回来了 我查询回来的 查询回来之后 不等于0 不等于0 我就让它为ture 我跟着就更新 把我的负类更新一下 对不对 然后 我创建的这个东西 我自己创建的这个东西 我自己还要设置什么呀 点set isparent 等于 forse 我自己是forse 对不对 我自己是forse 但是我的负集得是 得是ture 有没有问题啊 不知道对吧 没关系 开这个逻辑好像没问题 是吧 回来 回到数据库 刷新一下 打开表啊 那么 这个怎么样 删掉吧 删掉 再试一次 注意啊 你看啊 调试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你刚才那个虽然成功 但中间逻辑不是改了好多吗 就从头来 从头试明白吧 从头试啊 好 那么咱们 内容分类 新增 这个不选 系统帮助 这是2 对吧 这是2 提交 没问题 对不对 添加下级菜单 呃 购物流程 排序1 提交 有没有问题啊 有问题吧 哎 有问题 回来 先看一下数据库 系统帮助 is parent 为零 is parent 为零 为什么呢 是不是看这里 逻辑有错误了吧 呃 回过头来 回过头来 再新增 再点新增 系统帮助 二 提交 好 到后台来 回来看 单部调试 第八个 走 parent parent parent等于等于浪 或者 parent id 等于等于浪 是不是这样 进来了 然后set id parent set id 等于零 entity 点 set is parent 等于 to set update 对的吧 不执行完了吗 走 好 我们先看一下啊 这是要看了 这个时候 我当前的节点 当前的节点名字叫 系统帮助 对不对 我的复级节点是 id为零 代表我是根目录 没问题吧 要看 要停下来看啊 有的同学 你可能都看不懂 然后你就一直在点 下一步下一步 就很没有意义啊 要看对吧 看变量 再往下 创建它的创建时间 然后 变成force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变成force了吧 好 明白了 走完 那这一步你就理解了 在这一步 帮我卡成force了 说明force不能写这里 对不对 是不是不能写这里啊 那或者这么说 不等于零 就要这样 那否则呢 否则是不是代表它 等于零啊 等于零的话 等于零的话 怎么说 等于零的话 上面是不等于零 对吧 等于零的话 代表是什么 是根目录 是不是啊 代表是根目录 那根目录的话 就一定是负极目录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逻辑 要不我就挪一下 挪到下面来 判断当前新增节点 有没有负极节点 并且它怎么样 这个id还不能为零 这就是什么呀 负极节点为零 负极节点 为零 表示什么 表示为根目录 可以的吧 怎么办 再试一次 对不对 再试一次吧 好 回到数据库 刷新一下 系统帮助 删除 删除 看到没有 当你发生大量代码变更的时候 一定要怎么样 从头试吧 因为它就会出问题 是不是啊 很正常 然后系统帮助 排序二 提交 直接来数据库 刷新 是不是排序认识 是排序认识 没问题吧 好 再添加下级菜单 购物流程 一 提交 下来了吧 再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代表 我们刚才 前面的那个步骤 是实现了的 现在不是了 现在就是什么呀 要购物流程下面 再追加一个 当时上一步修改 就是因为购物流程下的 最佳没有显示出来 对不对 添加下级菜单 购物流程下 有个交易条款 分类排序为一 提交 有没有 还是没有 还是没有 再回来 再刷新 好 交易条款这里 不是 交易条款是购物流程的 对不对 那 购物流程这里的 AZP还是为零 怎么 继续debug 对不对 继续debug吧 下段点 回来 交易条款 删掉就可以了 购物流程不用删 为什么 刚才大规模改动 所以要从头试 对吧 有bug 那现在代码改完了 所以我的系统帮助 加购物流程的一级菜单 效果是 二级菜单的效果 是怎么样 是成功的 我就不用再试了 对不对 好 我们回来 刷新一下 点击添加下级菜单 交易条款 分类排序 一 提交 那 走 走 你看 parent不为闹了 对不对 传进来了吧 update get id 新增 get id get id 可以的 set create 对的 新的嘛 对吧 entity.set is parent current等于false 当前节点 然后我判断 我的负节点 不为闹 拿下来 拿到了吧 当前的负集节点 current category parent 购物流程 是吧 对的 我的负集节点就是这个 然后 下一步 为负集节点设置 is parent 等于cho 下一步 等于cho了吗 is parent改了对不对 变成蓝色了 是吧 等于cho了 那也就是说 购物流程的 购物流程的 is parent 应该等于cho 然后咱们再 update update 下一步 走 insert entity 走 保存分类成功 走 按照这个流程下来 好像是什么 正常的 但是 但是 购物流程的 is parent 怎么样 并没有修改 并没有修改 那我们怎么办 这就要排查了 因为从代码逻辑上 走是通的 但实际上又没有修改 是不是要排查 对啊 什么原因啊 因为我们没有实现 update的方法 对不对 我没有写update方法的实现 是不是啊 对不对 因为之前只是为了做演示 只做了查询 没有写update 对吧 哎 明白了 我好多时间没写的 多选删除 分页 count都没写 是不是啊 对吧 好 所以这里就怎么样 update就应该是 tb 这个dao 点update entity 问题排查出来了吧 因为是怎么样 我已经设置了 并且我调用了update 我说点击去看啊 点击来一看 空空如也 是不是啊 然后这时候兄弟们 可能你们就慌了 同学们可能就慌了 对吧 怎么是空的呀 开个玩笑啊 好 再回来 是不是再试一次 对 再回来啊 再刷新 交易条款 刷新一下 添加下级菜单 交易条款 分离排序1 提交 报错 是不是报错了呀 哎 为什么报错啊 没写update的方法 是不是啊 尴尬吧 update语句啊 这里 有insert 但是没有什么呀 update update 你看这些问题 其实都能通过debug 一点一点调过来的啊 一点一点写过来的 对不对 好 那么 这里就 更新 复制 粘贴 update 表明 set 列名 这里吧 哎 这一段 复制一下 粘贴 先改什么呀 单引号 逗号 对吧 替换成什么 呃 又画过号 逗号 对的吧 全部替换 又画过号 逗号 这里就等于少一个又画过号 最后一句 啊 逗号 哦 这个不要逗号 是长这样吧 嗯 然后单引号 再替换成 左画过号 哦 不 sharp加左画过号 对吧 sharp 左画过号 全部替换 这里 这样 对了吧 哎 好 复制回去 粘贴 没问题吧 检查一下 这里要改 对不对 parent 点id name states sort order 说到这里 我要说一下 咱们那个grebo啊 一定要用啊 不然你这样改 全部都要重启 对不对 你说你耽误多长时间 你看我在这里改 不用重启吧 很节约开发时间的 对吧 而且 虽然我说 有的时候你重启 是为了你休息一下 但是你现在开发 开发到信头上的时候 你是不想这样的 你想一直写下去 你知道吧 一直想试 可着急了 is parent 有没有问题啊 没问题吧 没有啊 看上去没什么问题 我们再试一次 回到列表 update update本身就有创建时间 我为什么要写上去 系统帮助 购物流程 下面是什么 系统分类 再再添加一次 是不是 购物流程下 有个交易条款 分类排序 一一 提交 来了 点新增 点选择 系统帮助 购物流程 交易条款 是不是就弄出来了呀 so easy吧 so easy 怎么就没反应了呢 好 这就是这个啊 分类 分类列表的啊 几个功能 一个是这个 带出复籍的 id 和名字 一个就是这个什么呀 新增啊 新增 统帮助 统帮助 我